而光复香垃圾掩埋场在2021年使用届满 乡公所原先是提出了增高垃圾围墙高度来应急 但随着花莲水泥摇烧焚化炉即将完工 在与环保局评估建议后 改以设置垃圾转运平台的方向来改善 乡长林清水也表示 目前已经提报上级单位来审核 未来也能够进一步协助林景乡镇垃圾清运的问题 光复香公所面临2021年垃圾掩埋场使用届满 当时提出增高垃圾厂为例高度的计划来应急 获得环保局初步支持补助2000万元来推动改善 不过随着台泥花莲再生中心水泥摇焚化炉完工在即 整个计划也紧急转向 那么光复香原来掩埋式的垃圾厂 可能最后一两年会满 所以这几年我们从两年前开始更换报市的反应 然后最近我们就提出来就是一个垃圾的转运平台 配合台影的焚化炉的运作 光复香垃圾掩埋场转型 朝向垃圾转运平台来规划 环保署与县环保局也高度重视 从香公所提报后已经三度到场会刊 尤其针对地方期盼设置面积能再增加的问题 与地方交还意见 神圣评估 如果完了之后可能是我们发动第一个 一个真正的转运平台 因为大家都还没什么概念 请专家再帮我们设计 如果真的有成功的话 应该是发动第一个真正的垃圾转的转运平台 所以上级环保署来看过 希望它最近可以正式来核定 但我们可以正式来动工 香公所争取规划让使用年限届满 达到饱和的垃圾掩埋场 转型建制成垃圾转运平台 预估至少花上1000多万元 目前也正在上级相关单位审议核准中 乡长林清水指出 除了有效解决乡内的垃圾处置 未来也能进一步来协助临近乡镇的垃圾清云问题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